普京亮出的核大棒给中国提了个血 三位一体核打击的发展要加速了 补齐最后的短板 彻底改变美国制定的核战争逻辑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普京亮出的核大棒给中国提了个血 核三位一体要加速了 上个月底 俄罗斯举行了战略核威慑演习 面对美国和西方的步步紧逼 以及对俄罗斯本土打击的威胁 普京再一次亮出了核大棒 而普京的动作也给中国提了个血 我们的核武器三位一体的发展 该进一步加速了 俄罗斯的战略核威慑演习 一共发射了三枚洲际导弹 陆基方面 俄军从普列谢斯克航天发泄场 发射了一枚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海基方面 俄军的奥列格大公号战略核潜艇 以及新莫斯科斯克号战略核潜艇 分别在霍尔茨克海峡和巴伦之海 发射了两枚洲际导弹 另外俄空天军的图95M战略轰炸机 也在演习期间挂弹升空 发射了多枚远程空射型巡航导弹 可以说这次俄罗斯的手笔不小 普京大手一挥 展示了俄罗斯在三位一体领域 强大的军事实力 直接从根本上 打破了美国和西方 有关俄乌冲突局势的企图 为什么俄罗斯在这个节骨眼上 要整出这么大的动静呢 因为美国和西方 眼看乌克兰要撑不住了 打算拿战略核武器来逼俄罗斯妥协 让乌克兰东西方案落地 在边界问题上打起了小算盘 但现实的对比已经一目了然 美国的民兵三连续试射失败 英国的核导弹测试再次失败 法国声称自己试射成功 但全流程保密 不对外公开任何结果 掩耳盗铃 而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俄罗斯三位一体的导弹试射 直接用核大棒 让美国和西方看清现实 这对中国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核武器可以不用 但绝对好使 尤其是核三位一体力量 更是能在核武器层面的较量中 赢得更大的战略优势 而从技术角度来讲 中国的远程弹道导弹 还有洲际弹道导弹 综合性能均处于全球前列 但是在三位一体的空击平台领域 中国还有待加强 我们的轰6系列战略轰炸机 因为研发时间太早 初始架构不够先进 客观来讲 即使经过了多次的迭代 但也只是初步摸到了 战略轰炸机的门槛 因此对比之下 属于我国三位一体核打机的短板 不过网上也一直流传着 有关轰20的消息 但这个消息比较敏感 是真是假难以辨别 我们就不做讨论了 但大家可以好好期待 既然我们提出了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 并且把这个原则 直接抵在美国的脑门上 就意味着我们的核武器战略层面 已经处于优势地位 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进一步补齐 完善三位一体核打机的短板 进一步改变 由美国制定的核战争逻辑 美国越怕什么 我们就越要做什么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